台南市長賴欣德召開記者會 針對7月7日將召開的議會定期大會總質詢 提出3點重大的說明 市長也指出台南市議會明天即將進行的大會議程 民進黨黨團已經做出決定 因目前台南市議會的程序委員會並沒有合法組成 民進黨團不接受大會的議程 再加上議長李全教並沒有回應日前他提出的公開跟社會道歉 承諾不再干擾司法審判冷向要求 因此明天的台南市議會大會 賴市長將接受以書面質詢的方式來辦理 以符合地方制度法的要求 由於民進黨黨團已經做出決定 因為目前所謂的台南市議會的程序委員會 並沒有合法來組成 因此大會的議程民進黨黨團並不接受 再加上李全教並沒有回應 日前我本人所提出的兩項要求 也就是要求李全教公開跟社會誠職道歉 並且承諾不再干擾司法的審判 因此明天台南市議會大會議程 我將接受以書面質詢的方式來辦理 那這個也切合地方制度法的要求 賴市長表示台南市政府以憲法保障的行政權 與台南市議會進行制衡 主要的目的有兩點 台南市政府正運用 憲法保障的行政權與台南市議會 產生進行制衡的這個工作 那我們主要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讓大家能夠明確知道 憲法所保障的行政權跟立法權是相互制衡的 我們也希望社會能夠了解 在憲法的行政權的保障之後 能夠持續關心會選的這個官司的這個進行 賴市長也說 如果能藉此讓台灣社會關心地方政治文化 那麼台南市這個事件 自然會在歷史上發揮功效 並且具有一定的地位 我們希望能夠開啟 台灣地方政治文化的革新 由台南市的虎惠的制衡 這個事件開始 如果這樣子的話 有辦法達到台灣 關心地方政治文化的革新 那我想台南市發生的這個事件 自然會在歷史上 有它的這個功效 有它的這個地位 市長進一步說明 在擔任立法委員師 修訂的選罷法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搓原子湯條款 這個是違反選罷法的 明確入法 那第二個重點呢 是落選頭的地補 那第三個是 是127條第一項的修訂 就是選舉罷免訴訟 法院應該要設選舉法庭 採合議制審理 並且應該先於其他訴訟審判之 以二審終結 並不得提起再審之訴 各審受理之法院 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賴市長指出即使面臨李全教 以申請法官迴避技巧來干擾審判 無論是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 都因本於選罷法這個特別法的要求 優先其他訴訟審判之 並且每審都要在六個月內審結 針對賴清德較早前召開的記者會 李全教做出回應 依據地方自治法議員擁有執行選查監督的權利 任何人都無法剝奪該權利 市政總之訊將如期舉行 針對媒體詢問 賴清德呼籲官員不出席7月7日的市政總之訊 李全教表示 賴清德必須負擔所有的相關責任 並且強調市議會不能違法 我們市議會依法公告召開定期大會 那7月7號是我們市政總執行的時間 依據憲法 依據地方自治法 議員他擁有執行選查監督的權利 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剝奪議員法定的權利 所以我們市政總執行依法 這個照常舉行 不做任何因素的干擾 市長要違法做什麼事情 他必須負擔他所有的責任 市議會不能違法 記者黃俊淮 林志德 台南報導 記者黃俊淮 林志德 台南